我很知道在五六年之前的五六年七八年 他每年都要住院 每年躁鬱症都發作 能夠到五六年不用再住院 而且沒有吃藥 能夠病情是穩定的 還能夠正常的工作 有收入維持一個家庭婚姻 工作社會的功能 各位你要知道在精神醫學裡面 這個東西其實是多難的 根本被視為是impossible 基本上在我們的專科訓練裡面 精神疾病比如說 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 連續發作三次以上 大概就是終身服藥 他發作了不止不下十幾次 住院了六七次 竟然是能夠 恢復到這五六年是完全沒有服藥 社會家庭功能正常 各位 所以有時候當看到這樣的一個個案的進步 我真的會覺得 好像這幾年自己 除了是一個精神科的專科醫師之外 除了在精神科的領域裡面 來幫助人 當然有時候我也會開一些藥物 可是有時候看到這樣的一個進步的歷程 我真的會覺得好像很多的身心靈的學習跟努力 都值得 都值得 尤其是這位個案的爸爸 那時候 這個爸爸也參加我們的團療 等於說父子都是這個躁鬱症 大家知道躁鬱症是有遺傳傾向的 然後這個請爸爸自我介紹 爸爸大概也是一兩年住院一次 那我就請爸爸算一下 大概從發病到現在住院幾次 他說大概三四十年來 每一兩年就住院一次 三四十年來沒有間斷 各位 所以他住院了幾次了 起碼二三十次以上 幾乎每年生日都發作 因為每年生日他都要大宴賓客 可是已經沒有錢了 所以每次大宴賓客完就跑路 就跑路 其實沒有錢那是要衝大爺 就跑路 然後每次就欠 十萬八萬 十萬二十萬 然後每年一跑路 就開始住院 大概住院了二三十次以上 可是當這個兒子 開始因為自己的進步 帶爸爸開始來面對自己 面對自己 我還記得有一次在團聊裡面 這位父親 講到他對家庭 有一份他想盡 而沒有辦法盡的責任 這個父親 講到這麼多年來 他內心的自責 虧欠 雖然他有一點 因為那時候還有一點小小的清照 雖然他是帶著這個笑容 可是你可以感覺到一個 已經六十幾歲的 人 內心的那種蒼涼 內心的那種無奈 內心多麼渴望 多賺一點錢 有成就 帶給小孩 帶給家 一個好的生活 可是他就是做不到 不但如此 還每年幾乎都發病 每年幾乎都住院 爸 家裡的三四個小孩 也都搞到 快瘋掉了 但是第一次看到這個個案 後來他就真的哭出來了 真的跟他的兒子說 你能原諒爸爸嗎 你能接受爸爸這一輩子的無能為力 爸爸這一輩子的 沒有辦法盡到我的責任 他第一次真的 希望得到兒子的諒解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團聊的氛圍當中 他去表達了 三四十年來 一直放在心裡 而沒有辦法說出來的 內心最深的感受 後來這個爸爸 我覺得很開心 見到我們的這個 賽斯的團體 大概可能有一兩年了 他也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甚至開始 終於 也開始有穩定的工作 也做得下來了 終於很腳踏實地的 去面對他的人生 所以讓我看到 在我們除了 疾病的吃藥住院之外 那種心靈的 家庭的 心理層面的改變 是多麼的重要 多麼的重要 所以我常跟大家講 如果你周遭的親朋好友 如果只是在吃藥 只是在治療疾病 那絕對是不夠的 一定要開始 從整個家庭 從內心 從感受 甚至從心靈成長 來慢慢的 有一天是要來取代 治療跟藥物 就像很多個案來看我的門診 我常常跟他講 你來看許醫師的門診 是短期的 短期的來進入治療 甚至短期的來使用 抗焦慮 抗憂鬱 或抗精神病的 或助眠的藥物 或我們短期的 請心理師 來做一個評估 或做一個這個 couple therapy 夫妻治療 或家庭的治療 但治療 永遠是短期的 各位 人怎麼可能一輩子都在治療 但是昨天 我們三英分會 真的來了一個學員 也是從美國 紐澤西回來的 已經治療了22年 乳癌 還在治療 還在治療 然後 昨天他給許醫師跟賽斯心法 最大的肯定是 以前所有的治療 他一陣子就換新鮮的玩意兒了 比如說他也曾經到亞特蘭大 去練自救工 到墨西哥 去做這個 另類療法 然後也做過骨髓移植 然後每天要打 幾杯 正元 十三杯果汁 每個晚上要花四個小時練功 然後白天還要再分段練功 他這一輩子都在練功 昨天我就叫他表演 騰空 他就沒有表演出來 好啦 開玩笑的 他說每天花十三個小時 打那個果汁 後來有一次他來看我 我就說 你的生命一輩子都浪費在打果汁上面了 你乾脆嫁給果汁好了 不要嫁給你老公 各位 22年都在治療的過程當中 這不是人生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 來找我求助的個案 短期你們接受治療 許醫師的門診 我沒有你要看 我沒有你 要你看太久 我要你開始進入 身心靈的 學習跟成長 我要你開始看書 我要你開始聽CD 我要你開始去探索你自己 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慢慢的來取代所謂的治療 像我們前幾天好像也是有一個 學員在賽斯花園分享他的生病的歷程 這個學員非常有趣 他從很年輕就高血壓 有些詳細的東西 我會稍微扭曲跟辯造一下 那扭曲變造的原因 主要是為了保護當事人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自己也不太記得 所以有時候你們不用擔心 許醫師會洩密 因為我不太記得 所以我在分享的時候 都會男的變女的 然後七八年變三四年這樣子 他大概很年輕的時候 就罹患了高血壓 甚至在 忘記了 七八年前中風 中風 那中風那時候是半邊偏瘫 可是 現在的他 你看不出來他有中風 而且連血壓 因為他每次來 因為各位你要這樣講 像有很多人接觸賽斯心法 就很高興說 以為自己可以不用吃藥 不用量血壓 我就跟他說不行 你不是說你接觸什麼賽斯心法 就馬上停藥 各位 不是那個意思的 你是要 還是要按月 每天 監控你的血壓 所以我就跟他講 你 不是說你今天就要馬上停藥 不是的 是你要按月 每天量血壓 然後 做了紀錄 下次門診 帶來給我看 各位了解嗎 許醫師也是 加一顆專科醫師 我要知道你的基礎血壓多少 我要知道你的血壓 平均值多少 我要知道你的高壓多少 低壓多少 結果後來 來的數字 大概都很漂亮 甚至有時候一百一十幾 七十幾 一百一十幾 六十幾 八十幾 一百二十幾 八十幾 後來 這個個案 他自己跟他的 這個 心臟科醫師 就是討論 他真的現在 藥物 停掉了 血壓一樣 一百一十幾 六七十 而且完全 所有的 中風的症狀 完全都 幾乎看不出來 他目前還在 工作當中 他是一個公務人員 後來我們 賽斯花園就邀請他 去跟大家分享 但是 我要講的這些東西 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慢慢的 找回了 他內在的 平安跟喜樂 因為以前他曾經被 倒過債 倒過債 他甚至還跟我描述過一次 驚險的畫面 有一次他在路上 看到那個債主 他竟然 一時失控 開車去 撞對方 真的 開車開得還不錯 還真的撞得正著 等撞得正著 再爽的餘地 一看 撞錯人了 對 還賠了好幾萬 幸好沒有撞死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